这个趋什么意思 就是往前斜着吗 我查了一下 说完解字上 有个注解上他说 就是快速的走步叫趋 就是快速的奔跑叫走 就是说趋是在行和走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过度状态 就快步走 亦步亦趋 所以古人活得真是优雅 就是他们对生活的观察 就连跑步快一点慢一点 他都有不同的文字来做这种界定 对 而且古人把那个 你见过那个鹅没有 我小时候 你见过 广东人想到鹅都是想到烧鹅 你知道 我小时候不怕狗 我怕鹅 为什么呢 我们邻居家养条鹅 那个鹅 看家护院本领特别强 就人一进来以后 他架起翅膀 伸长脖子来啄你 那啄得也很疼 那个动作 古人称之为蛆 就是那种快步走来 包括蛇 就是蓄积力量来 来咬你时候 那个也叫蛆 它有一种 就稍微有点爆发力的 有点向前扑 有点向前扑 那个绝对 其实这个 也从走 比这个蛆 要快的角度来讲 到了20岁呢 已经是这个气 稍微 下来一点 稍微下来一点 而且呢 从里面到外面了 有没有 你看 他之前讲的都是在里面的 现在这个气相当于从最里面的部分 因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说他那会儿 已经不是气在下了 他那些气去长肌肉去了 往里面去冲盈去了 他不会向外面撒得更多 所以这叫顾号蛆 就是说这个年龄 练肌肉比较好一点 这个年龄练肌肉 这个年龄练筋走 练筋走 顾号蛆 三十岁 五脏大顶 肌肉坚固 血脉胜满 顾号不 三十多岁的人了 表现出来是什么呢 女子到了二十八岁 达到了生理高峰 这在我们上古天真论的时候讲了 肌肉满壮 横着 横着了 男子到了三十二岁呢 也达到了生理的高峰 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三十岁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不从性生理性心理发展角度 从正常生理男女不分的角度来看 他说这是人的高峰 五脏大定 定了 这个大定是大概定了呢 不是完全定了 所以婚姻来说 一般来说应该男的比女的 大两三岁还是好的 这影响这个因素很多 不可一概而定 但是我们认为是21岁以后出嫁 24岁以后男人 24岁以后娶妻 这样好一点 这个五脏定了 就是说你藏多少斤 这时候已经不可改变了 这时候呢 肌肉变得什么 坚固 有力量 血脉胜满 这时候呢 气血是最旺盛的时候 这时候你什么 打麻将熬夜 加班加点 没事 但是过了这以后 有事 五脏大定 肌肉坚固 血脉胜满 故号布 什么叫布 布肯定就是比那个区 再慢一点 就慢了 就夺步嘛 夺步 胜似闲听信步 对 是吧 安部当居 安部当车 对 这个走步也有讲究 对 大步 我们说阔步 还有什么 小碎步 对吧 对 走的不一样 布肯不一样 对 节奏就不一样 对 对吧 布肯是个率 走的有多快 是那个心率 是那个帅领的帅 其实他调的也是个节奏 所以我看到 真正在就是公园里练功的人 他练那个呼吸 土纳 他配合走步 吸吸呼 一边迈步 一边走 一边迈步 一边走 而且人在散步的时候 特别好 心思特别集中 对 特别放松 对 所以这个步呢 你看我们从跑 就那个走 到区 然后到步 好像是我们速度下来了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发达了 什么东西发达了呢 心智 哦 气往上走了 不再下了 是吧 这个气往上走了 没错 所以很多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 都是在散步的时候 据手 是吧 对 顾好步 顾好步 我现在说这个步呢 尤其告诉大家一个要注意的事情 前一阶段就是这些养生啊 什么各种节目都泛滥 各说各话 其中有人就提出的说 说法叫有大步走 就告诉什么 老年人 七八十岁人 说你们要想象自己心脏强健吗 就大步走 结果你知道我的好多病人练出什么问题 心慌心跳睡不着觉 老年人应该慢慢走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步是多大岁数人走的 三十岁吗 对吧 对啊 三十岁可以快步走 可以这个大步伏的走 对 到了以后 您就什么 夺步 是吧 夺步 慢慢走 散散步 不要加大步伏 也不要加大自己那个 走路那个频率 看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看自己是什么人 做什么样的运动 所以很多人就盲目 对 所以这个步 我们说三十多岁 言外之意是吗 三十多岁人就不要去 跑了 跑了 可是我看到就是 七零后这些人 你说 哎呀 老做办公室 我要去锻炼 干嘛去 打羽毛球的 打平盘球的 然后上跑步机的 一天说 哎呀 这我冬天 慢慢那么冷 我得锻炼 其实嘛 冬天就应该猫着 猫着嘛 对 待在太阳 很多人认为就是什么 我要运动 你们都在动 不在运 对 是这样 所以这个号部 看一下 三十多岁的人 所以还有一些人呢 住在房间里 经常是冬天 冬至的时候 早上在那个长安街上跑 那这是 很危险的事情 吸点汽车尾气 对 人肉吸尘气 人肉吸尘气 对 顾号部 四十岁 五脏六腑 十二经脉 皆大胜以平定 臭理 使输 从四十岁以后 人就开始盛极而衰 前面这些话 不用说了 五脏六腑 十二经脉 大胜以平定 对 这是说 它达到了一个极点 但是从这以后呢 高原平台期 就下坡路了 下坡路的表现 第一个 什么呀 就是臭理 臭理我们讲过 对 就是 皮肤的纹理和细胞和细胞间 那个肉眼 看不到那个间隙 对 就是说 人在身体好 气足的时候 对 它这些特别紧密的 就好像是一个皮球充满了气 对 是吧 它上面不会有任何皱纹 对 到四十岁以后呢 臭理就开始疏松了 这人表现什么 女性表现 我的眼角出现鱼尾纹了 或者说 我的皮肤呢 就看见了毛孔变得粗大了 还有人表现就是什么 容易感冒了 肉松了吗 肉松了 就是外部这个肉体的防线 和那个气的防线就退化了 以前说穿着单薄点出去没事 现在稍微单薄点不注意 就感冒了 臭理疏松了 开个玩笑话 这个阶段就不要吃肉松了 肉本来就松了 还吃肉松 不过说到这个比较严肃一点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不同的人 她那个纹路啊 这纹呢 它是不一样 这个通常女性在 除了鱼尾纹 这意味着什么 胆气衰了 胆气是开始衰了 对 那男的就额头上呢 额头像我这样都是胃不好 抬头纹重 对 如果你竖着纹重 对 前来线有问题 膀胱 这儿 刀疤脸 对 有些那种 严重胃病 是吗 严重胃病 脖子上呢 那就是太老了 就是说脸 脸上的皱纹 拉皮 什么可以遮盖 女人唯一遮盖不住的 脖子上的皱纹 对 就是气血上不去 好多你看老美女都戴着围巾出场 对 遮掩一下脖子上的皱纹 对 所以你看到某明星是吧 突然过了几年之后 戴着围巾在任何场合 就说明人家还是关心自己 是吧 受理史书了 受理史书 荣华腿落 荣和华是分别指的什么呢 什么叫荣 就是 荣 荣我觉得是不是跟你某种植物的那种 那种那种很茂盛的那种状态有关 对 你像说光荣 对啊 光荣绽放 其实你想想白居玉那个是 一岁一枯荣 你想想枯你就知道什么叫荣 荣是被滋润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 反青反绿了 那树木 人呢 气血滋润那个状态叫荣 我们说这人荣光焕发 是吧 荣 所以说这个人荣华富贵 其实不是那么庸俗的 还是说明人家身体好嘛 对吧 荣华嘛 对啊 这叫荣华退落 对 华是指什么 华是花的意思吗 华是花开的那个样子 有香味 有颜色 有光泽 我们经常说 齐华在面 对 心齐华在面 就是这个脸色很好看 气色不错 另外呢 肾齐华在法 什么 一头乌发 这叫有华 那荣华退落表现什么 脸色开始变得不润泽枯稿 然后呢 白发 退落 甚至有些人会出现脱发 有些人是那个 很早就白头发 这意味着什么 血热 血就热是吗 就白发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肾水不足 对 再一个就是火太大 对 年轻时候白发都是火太大 所以我发现有创造力 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那一些年轻的人 有花白头发的人 通常脾气暴躁 对 很容易把火 心气很高 是吧